第二节天文课后 马福明不再是那个躺在草地上 只会吹口哨的男孩 他开始好奇 黑色的夜空 哪里才生变 上完第四节音乐课 小枫发现 不止钢琴和小提琴 会发出好听的声音 溪流 山峰 滚动的石子吧 都会 本树从不缺课的海峡 突然意识到 原来画的像不像 真的不是会画画的标准 上了六节写作课后 马文开始在放羊的间隙 创作故事 他想写一本 关于自己村子的一千零一夜 才上了一节外语课 小虎这家伙就变得爱和人打招呼 早安 你好 朋友 你好 之前谁说他内向来着 第十节航模课后 杨小龙开始胆大包天起来 常常偷跑去村里最高的山头 他觉得飞机模型 不是为了收藏 它属于天空 每次起飞的瞬间 杨小龙的心 也飞到了天上 飞得好远 咱俩比一遍 咱俩比一遍 每个孩子都值得一个启蒙的瞬间 这个瞬间很微小 却值得恒酒呵护 然后你的皮肤非常好 在那边 今天的大山 以少有物质的匮乏 更多需要的是美和理想的起来 课研室 课研室 始终关注着孩子们的成长 来 和我一起送孩子们上课 并开设更多好玩的课程 来呀 美食哥要出发了 等会儿啊 快点儿 啊啊啊啊啊